POPO公民新闻 www.popo.org 作者更多报道MS 标移中央指示台铁改善服务民众看法多 上个月传出台铁最快在明年年终就会涨价 搭车民众抱怨连连 对此交通不紧急喊卡 要求台铁先改善服务品质 再来考虑涨价问题 民众物点要再改善吧 民众二就常常那种delay那种啊 我有等过一个小时的 中华科大生物科技系蔡先生 譬如说范围再大一点会比较好 标二针对物点问题台铁召开会议检讨 对于民众在意的准点率 台铁说明准点率的算法是从起点到终点 所以已经达到相当高的准点率 对于站与站之前的惯性严重物点 台铁也召开了改点会议检讨 未来即将修改列车到站时间 行车中的单物也会尽力弥补 台铁营运科科长王文迁 我们是以起始站到达终点站 他的物点当统计的基准 每天固定完点我们就去检讨 这种东西我们在下次改点的时候 就会把它挑出来 单独事件或者是单独的旅客事件 造成的完点 我们也是遇到状况要尽量排除 标三 订票系统整合再造配位机制智慧化 而台铁表示 在票务系统方面即将引进新型的购票与配位机制 预计将在107年全面改善现在老旧的票务系统 台铁营运科科长王文迁 他没有智慧性 只能固定配位 新的系统已经快要上了 这个城市都已经优化了 不管你长途短途 他自己都会去帮你接好 你不用自己再去订两段票了 这些城市都已经把它更新好了 标四 台铁配合改善 争取民众通勤便利 台铁未来将对现有的服务内容大规模改善 希望带给民众更方便 并且更有品质的通勤 记者五成汉商家近台北报道 互相同的观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